Queen 這麼巧? 你真的搬來這裡附近? 環境不錯 你特意來看我新居環境? 我特意來找你 你搬家又不告訴我之後不讓我幫忙 為什麼我和你的關係好像不同了? 沒什麼不同? 有不同, 很明顯你在避開我 我也不明白你在說什麼 我還趕著上班 好, 多說也先說吧 我不會阻礙你很久 我接受不了死因不明 我們之間到底發生了什麼事? 我們沒可能 為什麼? 我們明明可以一起走下去 我們一起走下去只會是死路一條 什麼死路?你說什麼? 好, 就算是死路 如果我們倆願意一起面對 我相信一定可以找出一條山路 我們是大家的屎洞 我們應該很了解大家 其實你不太了解我而已 你知道我拍過多少次拖嗎? 你知道有秘技什麼嗎? 你又知道我的家庭背景嗎? 重要嗎? 重要 那你現在告訴我吧 我爸爸以前是個獨察 他盡忠職守 是很多伙計眼中的好警察 我媽媽的眼中是個好老公 也是我眼中的絕世好爸 我媽媽每年的生日願望 就是希望我爸爸每次出門上班 都可以平安下班回家 我小時候不明白為什麼 我放學後當然是回家了 我爸爸也應該跟我一樣 但是只有一天我爸爸上班 他走出了家門口之後 就真的沒再回來 你爸爸是殉職死的 我爸爸已經殉職了 很多伙計跟我們說 這是一件光榮的事 但是對於我們來說 是一件非慘到極的事 因為往後的日子 我媽媽失去了老公 我也失去了我爸爸 有一段時間 我們每天都以淚洗臉 那一刻我終於明白 原來我媽媽每年的生日願望 包含著她每天都很擔心 很害怕失去了老公的心情 她每天都很難過 我不想跟我媽媽一樣 我不想我喜歡的人 跟我一生一世的人 會像我爸爸一樣 出了門之後就不再回來 我不想每天都擔頸手 怕最後傷心導引 所以你選男朋友會選一個醫生 而你拒絕我因為我是一個警察 是 我已經說得很清楚 你明白也好, 不明白也好 總之這是我的決定 聽我說 我在做好自己工作的同時 我會保護好自己 我不會讓你再經歷多一次傷心難過 以前你不開心的日子 我不可以在你身邊陪伴你 我只希望將來, 無論開心不開心 我也希望可以在你身邊 讓你安心快樂 相信我吧 我很感謝你對我的心意 但是對不起 我真的不敢去面對 對不起, 我沒有勇氣相信你 我沒有勇氣相信你 我們兩兄妹本來的感情很好 我們才是真真真正的血脈相連 就是回應之後, 她的心沒了我 只要沒了你, 就會一天都光亮了 跳下去 哥 去報警, 不要跟著我 小心 哥